在人类能源发展史中 核能不仅带给了我们惊喜 也带来了无穷隐患 种种核泄漏事故 也在时刻警示着我们 中国核电领域发展较晚 不过科研人员潜心研究 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过程 并成功打入国际市场 赢得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近日 关于我国四代核电机组 就传来了一项大好消息 近日 由中科院研发的 世界最大不锈钢环形断舰 在济南成功下线 该断舰直径达15.6米 重量达150吨 专门用作我国第四代核电机组 核心部件的支撑环 可支撑重量达7000吨 堪称整个核发电堆容器的脊梁 别看一个铁环 曾经却是世界各国头疼的难题 传统大型断舰制造要先构筑模型 而150吨的巨型环制造 最少需要250吨的模型 而且巨型环尺寸越大 凝固时间就越长 最终导致整个断舰疏松 促进现象严重等 此外世界各国 在制造这种超大型断舰时 会采用分批制造 然后进行焊接 这意味着 一个环形断舰制造完成 会有7至8条焊缝 从而导致整个环形断舰性能下降 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有可能导致整个核电机组出现故障 甚至发生核泄漏事故 对此 我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令皮西进 提出的一小制大金属购筑成型技术 即使用数十块小型钢胚 经过多次购筑 先制成200吨级的原料钢胚 最终经过整体压制成型 该工艺制造出来的巨型环 没有一个焊缝 其整体性能得到显著提升 金属购筑成型技术 是将多块均质化钢胚 通过表面清洁处理 然后进行真空封装 在高温下使得钢胚充分融合 实现完全一致的无痕连接 这种化灵为整一小制大的核心技术 能够以较低的成本 实现高品大端件之备 是我国在大构件制造领域的新突破 除了传统的大型构件制造外 通过金属构筑成型技术 我国可以制造出任何想要的形状 而且不受形状大小限制 可谓钢铁行业的巅峰性技术 除了核电巨型环外 该大型端件技术 还可应用于我国能源电力 交通运输 航空航天 甚至航母等武器装备制造 我国早在五年前 就开始对其进行基础与工程化研究 并已经应用于水电工程转轮主轴 特高压输电塔等 此外还承担了一些重大科技项目 有望解决舰船 重型燃气轮机 航天火箭等战略新装备核心部件制造 这些领域 我国曾一直被国外卡脖子 而金属构筑成型技术都有望解决 最终使我国工业发展实现质的飞跃